美女只是在酒吧喝了杯陌生人的饮料 第二天她的血管就突然爆起 就连脸色也变得十分吓人 但女人并没有当回事 只以为自己昨晚没睡好 但很快 丽莎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和闺蜜见面时 闺蜜突然发现丽莎的眼睛变得通红 丽莎赶忙跑到卫生间 心想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赶忙跑到医院检查 可医生却告诉她 这只是简单的皮疹 让丽莎注意不要感染就可以了 回家后 丽莎拿着要擦着身上凸起的血管 可就在她起身的一瞬间 一只小可爱从她的身体里掉了出来 但丽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就在她刷牙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后槽牙一阵松动 丽莎用手摸了摸牙齿 竟直接将她掰了出来 随后 丽莎觉得喉咙一阵干呕 下一秒 她竟开始大口大口地吐息 但这还不算晚 早上 睡梦中的丽莎似乎听到了一种神秘的声音 她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股强烈的反胃感涌了上来 丽莎赶忙冲进厕所 抱着马桶开始大口吐息 母亲听到声音走了过来 可丽莎却说自己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这个母亲的心也是真的大 静就这样走开了 丽莎在马桶上睡了一天 她的身下早已被鲜血染红 等她再睁开眼时 那一双眼睛静变得通红 嘴角也不知道长了什么浓疮 她急忙起身照镜子 被镜中的自己吓呆住了 立即翻出一瓶眼药水滴入眼中 随后她想洗个澡 拧开水龙头试了试水温 却发现无论怎么拧都是冷水 母亲闻声赶来 心想这浴室的水蒸气都可以蒸桑拿了 怎么会没有热水 紧接着 她就看到丽莎竟将手放到了滚烫的热水下 母亲见状连忙拽起她 她以为丽莎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并警告她这样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之后便转身离去 但她没有看到 丽莎的双眼已经彻底变红了 美女用开水洗澡却毫无知觉 她肚子上的血管也越来越粗 就连头发掉落了一大片她也毫不知情 洗完澡的丽莎刚要出门 母亲看到她的脑后瞬间傻眼了 丽莎这才知道自己秃了一大片 她胆忙跑到镜子前查看 这些天的遭遇让她越来越暴躁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是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 丽莎看着自己通红的双眼 她本想请假去看医生 可是无良的老板却要求她带病上岗 丽莎被老板彻底整无语了 她只能拖着狼狈的身子回到了板位 心情烦躁地切着手里的身材 就在这时 老板走了进来 看到丽莎上班戴着墨镜 她觉得非常的不爽 走上前就将丽莎的墨镜摘了下来 却在看到她的脸的那一刻吓傻了 但就算如此 老板依旧要求她就这样出去给顾客送餐 送完餐的丽莎顿时觉得身心疲惫 可就在这时 她竟然发现自己的指甲松动了 轻轻一掀 整块指甲完好的从手指上剥落下来 丽莎被吓坏了 可紧接着 她发现另外一只手的两个指甲不翼而非 就在她疑惑之际 餐厅传来了顾客的尖叫声 丽莎和老板赶忙跑出去查看 那块失踪的指甲此刻正在顾客的碗里 丽莎终于受不了了 她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医院 看到丽莎通红的眼睛 医生惊呆了 只能初步判断她是感染了某种病毒 想要确认还要进一步抽血化验 在那之前 医生建议她不要跟任何人接触 可是这几天的遭遇已经将丽莎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她继续一个发泄处 丽莎来到了好友镇 请求好友给自己找点乐子 在药物的刺激下 丽莎向朋友们说出了那晚的经历 朋友们听后立刻建议丽莎赶紧报警 因为那个神秘男人是警察正在通缉的危险分子 可是丽莎一听反应十分的激烈 一旦报警了 她女朋友就会发现自己跟男人来往的事情 丽莎没有听从朋友的意见 转身就离开了 女友怕爱人身上有病传染给自己 便把她给拒之门外 谁知丽莎直接光荡一下推门而入 女友受到撞击倒在了地上 丽莎想都没想 冲上去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现在的丽莎越来越暴力 已经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了 想到女友把自己当成怪物的样子 她手下的力气越来越大 直到女友不再动态 丽莎才慢慢收回了手 女友的死让丽莎十分的心痛 她找到闺蜜想要寻求安慰 她知道闺蜜一直喜欢着自己 现在女友被自己害死了 闺蜜也能如常所愿了 谁知闺蜜看到丽莎这个鬼样子 大喊着让她滚出自己家 看到丽莎慢慢地靠近自己 她连忙跑到厨房拿起刀防身 丽莎见状赶忙打有琴牌 让闺蜜渐渐地放下了戒备 丽莎深情地摸上了闺蜜的脸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在了一起 就在闺蜜忘我的时候 丽莎突然吐了一口浓潭出来 闺蜜恶心地让她赶紧离自己远点 说着还要报警 丽莎一听就着急了 一把将闺蜜推倒在地 看着大喊大叫的闺蜜 丽莎只想让她闭嘴 于是 见闺蜜还没死透 丽莎拿起一旁的棒锤 砸在了闺蜜的头上 一连杀害两个人后 丽莎彻底放飞了自我 她给自己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紧接着就给暗恋自己的男人打电话 男人一听女神约自己 马不停蹄地就赶过来 丽莎一改往日冷漠的态度 表现出对男人非常有好感 昏暗的灯光下 男人并没有看清丽莎恐怖的脸庞 在她的诱惑下 男人控制不住跟她缠绵起来 就在男人享受其中的时候 突然发觉丽莎的体内有异物在蠕动 挪开一看 男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瞬间将前天的晚饭都吐了出来 编兔还编骂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正在她不停清洗自己的身体时 突然察觉到了鱼缸里有一样 拉开玉莲一看 正是死去的闺蜜 男人转身再次抱着马桶吐了起来 惶恐不安的丽莎开车逃离了现场 她打电话给母亲寻求帮助 可就在这时 她的脑子里响起了刺耳的声音 丽莎终于受不了这种刺激 倒在方向盘上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 听到呼唤她的母亲 丽莎剑步朝她冲了过去 赶来的警察见丽莎具有攻击性 立即掏枪将她射杀了 而城市的另一边 男人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变化